讲到桥麦,大部分人会想到日本的桥麦面、桥麦点心等 不过其实台湾的本土桥麦品质更有新鲜优势 像是在玉里镇,有农民组成了杂粮产销班 5年前种桥麦的时候是20公顷 现在已经发展到600多公顷了 而且透过弃作弃销的模式 在地农民还打算要继续扩大栽种 讲到桥麦,大部分人会想到日本的桥麦面、桥麦点心 不过其实台湾本土桥麦品质更有新鲜优势 像在玉里镇就有农民组成杂粮产销班 从5年前种植桥麦不到20公顷 到今年已经发展到600多公顷 面积成长将近有10倍左右 而且透过弃作弃销模式 在地农民还打算继续扩大栽种 我们就从水道开始转做杂粮 尤其我们玉里以黄金、桥麦为主 对,我们以黄金、桥麦为主 那我们的面积就是慢慢拓展嘛 从20公顷 拓展到现在已经300、400公顷了 对 不过农业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农业缺工 对 农业缺工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是希望载入那种智慧 科技化农业嘛 对不对 能够让对种植桥麦的农民有兴趣 甚至我们里面有一些就是老农啊 所以这几年返向务农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这片大约一公顷的桥麦田可以采收了 这种栽种容易 又有通入市场的杂粮作物 5年前开始有玉里农民试种 因为与食品厂商稳定器作 从108年在地成立杂粮产销班之后 大面积生产玉里也成为稳定的桥麦产地 现在因为农业有这个缺工的问题 都是老农比较多 那惠里的政策就是希望开发省工农机具 然后导入一些智慧的新的这个科技 目前农委会花莲区农改厂协助玉里镇 桥麦农友以无人机播种取代人工播种 工时从一个小时缩短为15分钟 首批近日收成产量提升大约有6成 农改厂判推广运用也解决缺工问题 成功打造玉里黄金桥麦名号 记者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